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怎么样在严肃当中把自己的心情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平静跟放松 这个真的要一点诀窍 修炼 对 修炼也是 那我觉得你要24小时都保持心情愉快当然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尽可能让自己比较心平气和 因为以前比较年轻就会比较冲 那比较冲有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激动 所以有时候会火气比较大一点 那这几年我也觉得慢慢自己在修炼自己的修养跟脾气 也让自己能够比较平和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对身体或是养生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有一些帮助 当然饮食作息跟持续的运动 这个是不变的法则 对 有那个习清医院讲到运动很重要 最近讲完讲这个国外的案例深蹲这个运动 其实您在您自己的官方line 我有做一下功课 9月您就有po这个带你动起来的图文 就有教深蹲 我们今天请医院来教我们一下 其实真的是一个有益健康的运动 我怕我动作不是很标准 要现场示范吗 示范示范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 如果有教练看到我不够标准的话 也请指导一下 我觉得深蹲可能 第一个是你可能与肩同宽 对 站的时候与肩同宽 那基本上通常我们手会举起来 因为我们侧面 这样子 然后正确的方法 我听我的教练讲 我不知道我们记错 如果有错请大家指正 你弯下去蹲的时候 不是像一般的膝盖往下蹲 对 绝对不是膝盖 这样直接蹲下去 而是你与肩同宽之后 你要慢慢往下蹲 是由屁股带动 对 屁股带动 整个身体慢慢慢慢往下 对 然后这样你才会动到你的核心 跟你想运动到的一些肌肉的部分 然后再慢慢起来 对 不要是一般的那种蹲下 膝盖很快蹲下去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蹲的姿势不对 就没有办法达到深蹲的效果 对 所以就要这样慢慢的 慢慢 由屁股带动 往下 往后往下做的感觉 对 然后大概膝盖整个这边 大腿是平了之后 对 再慢慢起来 有 因为很厉害 做很标准 对 希望 很标准 刚刚大腿跟地板超平的 可是你看我这样做一下 就会喘 真的喔 其实就有运动到 其实你只要 其实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固定位置健身房 哦 那后来我才发现 就是你只要有专业教练指导 你的正确只要知识 他不一定要很激烈 嗯 就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 嗯 或是你想要运动的部位 对 不管是核心肌群 或是哪一部分的肌肉 对 二头三头肌 对 只要知识正确 不用说一定要狂操狂练 嗯 或是弄很重的东西 对 就是你只要知识正确 持续一个一定的秒数 他就会运动到 对 而且甚至你不是很激烈的动法 都可以让你流很多汗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运动的绝效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配合呼吸 对 呼吸很重要 对对对 对啊 那那万安提这个案例 我们台北队队长 提这个案例 居然被人家对手阵营攻击 你有另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无聊的口水 因为万安你如果还原 他当时的讲法很清楚 就是举一个罗马尼亚的例子 对 而且在当地是受欢迎的 而且是成功的个案 所以他举这个例子 并不是说马上台北市要推 所以有人去 很多我看到一些绿营的电视台 或争论节目 或名嘴在批评说 哦我们台北市有多少车站 那每个是不是都要设 要设在哪里 有没有地方可以深蹲 那是不是大家还要排队 哦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人说 那老人家不能坐就没有免票吗 我说你头颗坏去吗 老人家坐车板就不要钱了 对啊 那为什么要去深蹲20下去 换免费的公车票呢 银把族 你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他本来就有免费的公车票可以坐 搭捷运也是啊 这个都歪楼了 那这个就是标准的选举操作 那我觉得当你一个议题操作过头了 基本上就会有反效果 尤其在台北市特别明显 那我觉得万安提这个个案 其实我觉得坦白讲 我还蛮支持这样的做法 我们台北市当中有很多捷运站 或公车站 可是类似深蹲的这种 因为他常常牵涉到一些仪器设备 跟空间的问题 你可以再选择比较宽敞的部分 做一个示范 比如说我在一个市府转运站 或在哪边比较有空旷的地方 不会影响交通或人流的地方 设置这样的一个机器 跟厂商合作 我们定点示范 比如说你深蹲20下 或做什么其他的标准的动作 我深蹲旁边可以有一个影片 指引你怎么样做标准的动作 因为有些人也许 比如深蹲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什么叫深蹲 或正确的姿势是什么 你也可以趁机学一些 正确的健身的方法 而且是简易的 不用器具辅助的 那这个对国民健康来讲 当然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你只要找一个示范 按照正确的步骤 做对了20下或几下 或一定的标准 我出一张票卡给你 你可以在一天之内 或多久期限内 去搭乘公车 这有什么不可以 我觉得当然可以啊 他不一定是全面性 要立刻推动 让大家怎么样 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想法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进步的一个作为 这也是外国安为什么 举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 就这样的一个 市政公共议题的讨论 能够去学习国外很好的经验 或是像我们过去几年 也许我们待会会讨论到的 台北市引进Ubike 也是这样的概念 也是其他国家先做 那人家做的不错 我们可以后来局场 甚至做得比他们更好 那这个就是城市 不断有竞争力 不断进步提升的 主要的动力来源 对 而且为什么对手 特别喜欢针对 我们的那个公车政策 做一些 这个其实很有趣 因为之前 外面不是提了一个 预约公车吗 然后绿云就酸说 哎呦 他好像是 故意要亏他是 好像是 这个王子 还是公主 就是活在那种 跟一般人的生活经验 不太一样的地方 哪有人公车 还要预约的 那 黄珊珊还酸说 那杰运是不是也要预约 这真的是歪楼到极点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个议题 我之前就咨询过了 因为台北市政府 在109年 9月份 他事办了一个预约公车 为什么要事办预约公车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很多台北市民可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总共 这个公车的路线 有358条公车路线 这358条公车路线 每一个路段 如果他搭乘的人数 少于五个人 我们就说这个公车 大概是处于低运量公车 那低运量公车 因为他要兼具服务的性质 我们不能把这些 搭乘人数少于 每个路段五人的这些公车 任意的取消掉 否则会影响到少数 比较偏远地区 这个民众他们通行的权利 对 因为最后一离路 对 可是 你如果这样子在跑 他不断的空车一直跑 一方面造成资源的浪费 二方面因为我们现在 强调节能减碳 他会有碳排放 会浪费油钱 会浪费人事成本 所以怎么样去精简 让他更有效率的运用 这些所谓的 低运量的公车路线 是市政府这几年 一直在检讨的事情 所以后来他们就针对 这20条低运量的公车 挑了两条 挑了两条 开始试办 试办什么 试办预约公车 就这两条 因为运量实在太低 太低太低了 所以当你有需要 你上网 你用APP 你用手机下载 你可以预约 比如说我明天 下午两点 我想要搭 他们试办两条 一个是小时试 一个是542 就这两条公车路线 因为它是低运量 而且是比较低的 我们就试办 这两条公车路线 那大家用预约的 不预约我就不跑了 有人预约 我车子才开 就出车了 对那我就可以 减省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跟成本跟能源的耗费 那后来我们就调了 相关资料 发现试办的成果 当然不能说没有 可是因为 被放鸽子的几率很高 很多人可能预约忘记了 或预约完没当一回事 所以有超过六成以上的人 是预约完之后 没去搭乘 就不见了 车子还是白跑了一趟 所以我当时在 109年 就两年前的 9月21号 我就公开在交通部门 质询就质询市政府 我说你们试办 这个利益良好 可是你必须要 有一些机制跟配套 怎么样让大家预约 能够使用 因为他们现在变成 之前是说 你只要预约放三次鸽子 才停缺你一个月 那根本大家无感 所以万安提 那个预约公车 基本上是要服务 比较偏远地区的 低运量公车路线的朋友 怎么样让他们能够 更有效率的去运用 这些公共的资源 重点是不要造成浪费 这本来就是一个 没合的结果 那跟我们大家想象 台北市区里面 我们骑盘市的公车路线 我们的捷运这么方便 你随时公车 不到五分钟 十分钟就有一班 跟你搭捷运每一条线 搬是这么密集 这么固执 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不要去拿 我们一般搭乘公车 跟捷运的经验 去故意的把它扭曲 去好像说 哎呀你预约公车 你根本不食人间烟火 也许你根本连公车 都没做过 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两年前 在执行这个议题的时候 交通局的相关官员 我拿出相关资料 他们也只好说 对对对 议员说的对 我们会好好检讨 看怎么处理 怎么把预约公车 做得更完善 都是这个样子啊 怎么会变成选举的时候 有一个候选人 特别提出来 就变成歪柔 成为说 他不食人间烟火 这真的又是一个 另外一个政治口水 跟政治操作 对啊 我们再回到 我们松山信义的选区 其实医院服务20年 对 这20年的改变 你觉得 哦 不能说不大 这20年真的变化蛮快的 最大的变化 是我从30几岁 变成现在50几岁 然后 尤其过去这四年 我自己觉得 当然做一个民意代表 我们主要是善尽严则 就是除了监督市政府 省预算 省法案之外 我们没有行政资源 但是我们可以给市政府 好的建议 让他去做一些 我们认为对的事情 那也可以留下一些 城市建设的成果 刚刚周周在问我说 那20年什么改变 在我任内 我觉得最大改变 就是我们推动的U-bike 对 因为这是当年 在07年的时候 5月22号 因为我以前在中天 电视台服务嘛 那大家知道 现在有一个 大家很喜欢看的一个 文献世界周报的节目 现在在提台 这个很多国际的新闻 跟专题的报道 对 那因为我们之前 曾经去法国考察过 那那一阵子刚好 这个世界周报的节目 就做了一个 法国里洋 公共自行车的专题报道 那当时台湾当然 我们还没有公共自行车 也没有所谓的U-bike 对 我看到这个节目 就特别跟制作单位 去调了那个影片 我在总质询的时候 放给好市长看 我跟好市长说 台北市是最有条件 来推公共自行车 因为我们的公车路网 捷运路网 相较其他县市 来得更加的健全 可是最后一里路 怎么样用低碳 节能的方式 帮助民众 能够顺利的安全 回到家里 其实U-bike 公共脚踏车 就是最棒的一个运具 所以我那时候建议市长 去推动这个东西 当然中间也历经一些波折 刚才大家接受度不高 然后后来慢慢 透过30分钟免费 透过不断的增加设站等等 现在U-bike 不只台北市做的很成功 其他县市曾经 有想引入其他的拍子 或做其他的方式 也完全做不下去 到最后都是 跟台北来取经 对 用台北的U-bike 跟他的系统 甚至我敢自豪的讲 我们台北市的U-bike 现在连欧洲 跟国外很多城市 来到台北市做城市交流 跟取经的 都指定要看我们的U-bike 因为我们的U-bike 因为有杰安特的协助 我们的车子打造的非常的棒 虽然它造价稍微偏高 但真的很好骑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 有人骑到河欢山去 更不要想说河滨公园 就老人家小朋友 都可以骑 白天晚上半夜 都有人在骑 那对我一个民意代表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 城市风貌最大的改变 而且是我们善尽严则 提出建议之后 推动的一个成果 那在我的选区 信誉区 这两年好几个大改变是 我们推动了一个 永春皮湿地公园 我们还推动了一个 在松烟里面 有一个水稻田 这个食农教育园区 我们在101对面 寸土寸金的 淡黄区中的淡黄区 弄了一个狗活动区 让狗狗可以在那个地方 松开狗链 自由的奔跑 这个都是这几年 我们在信誉区 推动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建设 跟对我们整个都市一项 跟生活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对啊 其实议员提出来的政见 都是很跟民众生活 真的很密切的 对因为 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在讲 节能减碳啊 永续啊 经营啊什么的 可是你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设 只是嘴巴喊 或者说什么 2025非和家园 什么这种都是 达不达成是一回事 重点是离一般民众 可能相对遥远 对 可是唯一永春平私立公园来看 就是我们那时候 本来那个地方 柯文哲是要做社会住宅 哦 那个地方本来是个营区嘛 就在松山家商旁边那里 嗯 这个松山路底那个地方 后来我们跟当地的 黄理长就认为说 因为那个地方是四寿山的三角下 对 百年前那个地方 流民传在台湾的时候 那个地方是可以泛舟的 哦 因为四寿山它有水源 对 你要做私立公园 基本上它要有自己的水源 如果只是靠人工给水的话 那个维持不久 嗯 那四寿山它因为它有基本的水源 所以 那个地方做一个私立公园的规划 基本上有它先天的调禁存在 嗯 所以就在永春高中对面 那块地方营区 荒废之后 那个地方已经没有驻军了 我们 那个时候就建议市政府 把那块地跟国防部争取过来 当然有一部分是属于水利会的地 我们必须要编列预算去架构 但是我们也从国防部 因为跟市政府签订的MOU 省了大概20亿以上的土地的费用 然后再加上几千万的工程费用 所以那个地方可以看到 变成一个私立公园之后 现在很多小朋友 包括外县市的到那个地方去看 我们也富裕了很多 濒临绝种的一些生态 你去看地方 那个夏天会有蛙鸣虫叫 甚至有萤火虫 现在有萤火虫了吗 有夏天就有萤火虫 而且那个地方就是 它有自宏的功能 有教育的功能 有富裕的功能 甚至 大家记得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 有时候台北市只要强降雨 突然下午下一个强降雨 我们尤其信义区 在市政府周遭的部分 很容易淹水 基隆路中化东路那一带 联合报那一带 那个地方作为一个 生态公园之后 它有自宏的效果 再加上我们的铺面 都是用透水性的 那是真正可以降低热岛消音 跟所谓的落实海绵 城市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对我们的整个城市的 永续发展 跟小朋友在学习上面 对于生态教育 我刚刚讲的水稻田的 那个石农教育都有非常具体的 一个成果 对啊我有上我们看那个空拍 其实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对啊对啊因为地方 而且我说句话最实在的是 我们现在几个指标 我刚刚讲的U-bike 跟这个私地公园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我们以前房价的指标 都是看离捷运站近不近 离捷运站越近 房价可能越高 自从U-bike成功之后 人家还要看你附近 有没有U-bike站离多远 对然后大家知道 我们台北市还有一个淡黄区 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周遭 或国务经验馆周遭 因为面临很大的绿地 那个第一排可能房价会比较高 我们永春皮私地公园 做好之后 我们周遭的房价也上涨了 因为它有非常棒的自然景观 你从早到晚有不同的风貌 而且在那边运动休闲很方便 所以那边也带动那边的物价 所以当地的居民都很高兴 对啊对啊 有公园其实真的很棒 对对而且这是一个永续 可以经营兼具多功能的 一个私地公园 那我们希望除了台北市心意区 这个地方有之外 未来其他的区块 或甚至其他的县市 有机会也可以效仿 这样的一个做法 在自然条件符合的情况之下 在都会去可以多做 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公园 对啊选区里面还有没有机会 还有第二个这么棒的生态公园 信意区恐怕有点难了 因为你私地公园 我刚刚讲 因为它的水源非常重要 对所以应该 因为台北的好处是因为它是盆地 所以它四周都有山 那当然是有山的地方 可能比较容易有水源的溢柱 那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再找 可能我们再来跟市政府 相关单位来研究 看看有没有更适合的地方 也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规划 来加回更多我们的台北市民 对啊其实别的选区 温山啊或是北 对啊因为我们四周都有山嘛 你说北投内湖那边南港都有 对 那有没有适合的地方 因为像比如说内湖有大湖公园 对 那北投地方有温泉啊地热啊 什么那些啊 沙漠山那些地方 那还有阳明山 其实它本来就有一些 自然环境的一些生态 跟它已经发展出来 比较成型的 不管是属于国家公园的部分 或是社区型的公园都有 那结合湿地公园 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 自宏环保富裕 等等这些功能能够结合起来 那当然这中间也曾经有过一些阻力 比如说编预算 可能有人就觉得说 为什么要编这么多预算 因为光是土地跟水利会买过来 可能就要六亿多 再加上六七千万的工程费 加起来要六七亿的预算 可是当你花了这笔钱 它现在所留下 以及它可以永续的在这个地方存在 对整个台北市城市的风貌 跟未来的规划跟发展来看 它具有无限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 非常非常值得 比你一次性的放烟火要好得多 对啊 因为今天也带了 那个你的竞选小物 对对对对 这个哦 其实我的口罩还蛮受欢迎 口罩很漂亮 这两年因为防疫 所以大家都流行做口罩 对不对 每个人都做口罩 那有的人是做那种卡通式的人偶的 做了大大的 Q版的 对那有的人是把名字写的很大 对 那我好几个月前 我就开始在请朋友设计 这是一些年轻朋友帮我设计的 因为我姓戴嘛 所以我的上面有个小小石头根 叫戴好口罩 就请大家做好防疫 戴好口罩 很好耶 对可以 落实防疫戴好口罩 对 那这两个版本 一个是比较鲜艳的 下面这个黄跟蓝穿插的 上面这个比较素雅的 是白色跟 白色跟浅蓝色的部分 那我其实我这两款口罩 还蛮受大家欢迎的 戴好口罩 对对 然后我的英文就是mask up 就是大家戴好口罩 一起落实防疫 那我们在街头上发 或是在打疫苗的时候 送给一些朋友 他们其实都还蛮喜欢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扇子因为夏天 大家必备 对 那因为我推动U-bike 所以我的一面就是 催生U-bike优化2.0 对 因为我们现在U-bike 进展到2.0的版本 它跟以前最大不一样是 以前是一个车柱 两部车 现在是一柱一车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根本不同 是现在的车子 是用太阳能 它就不用等台电来接电 以前我们战事 知道等台电接电 要通电很久 对 因为他们很忙 那现在只要太阳能之后 是因为顶电 然后要去 对啊 那一住一车 只要有太阳能 你随时借 它都可以随时骑 很方便 对 那我还有在规划 将来不知道可不可行 就是我希望 因为我们1200个2.0都换完之后 所有1.0也都会换成2.0 就全部改成现在比较白色的 那个比较偏白色设计的 就是这个 这是2.0的车子 这是2.0的车子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2.0的车子 对 对 就是2.0的U-bike的车子 那我们现在大概到 明年大概就全部换成 1200座的这个 2.0的版本的U-bike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不算 除了公共责任险 第三责任险这些之外 保险希望促进大家 不管是骑乘或行人的安全之外 将来包括我们公共自行车 本来有自己的专属设系 其实中央也有相关的规定 就是大家现在不可能注意到 有些脚踏车道 它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有铺薄油的 然后又七层不同颜色的 又有一些看起来 跟人行道很像的 像经济计划区里面 它常常人行道上面 有两个车道 一个是脚踏车的 一个是行人走的 常常行人走在脚踏车上面 脚踏车骑在行人车上面 因为它长一样 对那大家都浑然不觉 虽然在一开始入口地方 会有一个标示 有个分项的标示 可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但会从中段加入的人 就会忧虑 那所以有时候不小心 会发生一些争吵的状况 有些行人就说 我走到这边 为什么你脚踏车 才跟我强盗 那脚踏车就会说 这明明是脚踏车道 你为什么跑来这边走 一方面是安全的顾虑 二方面就是 我们有专属设计 大家一目两人看到 比如暗红色的 就是脚踏车道 大家只要一看 那就是脚踏车走的 那一方面可以促进 彼此的行的安全 二方面也可以 大家更知道 落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我珍藏版的 这个 这个是募款的竞选小物 这个上面 因为我姓戴嘛 然后我们市长候选人 叫蒋万安 所以我做了一个御守 这个御守真的很精致 很漂亮 好 我们要先进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 再让玉好好秀一下 对 再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御守 很好看 很好看 这是香果袋 慈惠糖 对 慈惠糖 过过炉的 有过炉 有过炉 长辈都很在意 你这有过炉吗 真的有好 所以这是别名款的小物 对 就是戴上万安 很棒 我那时候那阵子就他们在打疫苗 流感疫苗的时候 我去发给那些长辈 他们每个都很喜欢 有时候他说 我过两个孙子又得两包 只有做蓝色吗 没有 我这个就直接一般 我会去发送给长辈 或什么的 那这个就是你捐款 300块就送一个 500块送一套 很受欢迎 这一定很受欢迎 我们就之前我就跟万安有一天 去慈惠糖去过炉 然后去祈求 然后再把这东西 正式再送给大家 对啊 他自己的是不是 他自己的是另外 是像这样 比较类似这样子的 我记得他有一个字 对 他有一个黄色的 他上面写一个鞍 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那个 也是类似比较像御守的那个 那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以前去日本很多的寺庙 他都有这种东西 我们一定会买 对 而且都会买回来 不管是行车平安啊 或是求许考运啊 工作运 爱情运什么的 那他们的 新闻网 newsradio 中广论坛 好欢迎回来听台北 我们要赶快继续来聊这个预说 我弄近一点给大家看 很可爱哦 蓝色的 真的 这个 要怎么样可以获得 基本上 大家只要小额捐款300块 就可以把这个蓝色非常漂亮的 带上万安的 瓷卫塘 姚池基姆 加持的御守 带回去 我们会寄给您 如果你捐款500块 我们就可以把一整套 连红色的香火袋一起送给您 那这两个御守跟香火袋里面 都有一张祈福卡片 那那个卡片里面 我们就是祈福 包括国泰民安啊 疫情退散等等 也保佑大家能够健康平安 那红色的香火袋里面 还有一个红色的丝线 你可以把它挂起来 也可以放在包包里面 那这两个因为质感都还不错 所以也蛮受大家欢迎的 对 而且刚刚议员广告中间有提到 其实这个真的有过香 有有有有 因为我之前有跟我一起到慈慧堂 然后也拜请姚慈基姆帮我们加持 同时也过过如 大家可以看到我FB 都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去祈福的影片 那就是很虔诚的去请求母娘 能够帮忙加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度过疫情 然后国家真的平平安安 大家也都健健康康 对 非常慎重 对 这两个就可以先送给你 对 虽然你还没捐款 好 回去赶快抖内 还有吗 还有还有啊 面子我就没有带 因为面子比较一般 就是大家都有都有面子 只是上面有个照片 简单的一些诉求什么的 所以我基本上想要带 目前就这样 还有一个气泡水 我没有带过来 那个气泡水上面 是贴了我跟万安的照片 那也是有人捐赠的 那我们就印上我跟万安的名字 那就摆在总部 有朋友来这边加油打气 就可以喝喝我跟万安的联名气泡水 那赶快宣传一下总部在哪 可以去喝气泡水 对我总部在民生东路五段九十八号 靠近三明路圆环 就在民生东路五段跟新中街口附近 那也欢迎大家 这个月下礼拜天十月二十三号 十月二十三号礼拜天中午十二点 我们总部会正式成立 到时候万安也会过来 那当然还有很多 大家喜欢的大咖人物会来帮忙加持 包括辣个男人 我本来想说要卖关子没有 那当然要看那个男人跟我们喜庆的合体 敬请期待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呃因为在北部大概很多好朋友 大概很久没看到 那之前有在高雄露脸 那这次有机会在台北跟大家碰面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 呃我们这位神级的人物的加持 对然后也希望能够带动一点选举的热潮 也能够帮喜庆跟万安的选情 呃持续的加温跟加分 对来带动选票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哈哈哈真的要宣传一下 对因为这是选举真的蛮激烈的 呃虽然大家普遍存在一种 对民进党执政的不满 对那加上这一阵子 大家也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呃 其实从民进党决定提名 陈子中参选市长那一刻起 我记得当天我在上真的节目 我就说民进党是在跟台北市民 赌大家的经验跟记忆 还有智慧 嗯 因为坦白讲 整个防疫两年多的期间 呃 陈子中参选的指挥中心 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功劳 就至少前半段我们守成守得还不错 那也的确保护了大家的健康 我们的死亡率也相对比过 其他国家低 但是后半段真的是有点荒腔走板 嗯 哦 从口罩快筛疫苗等等 都出现了很多 大家反映了很多很久 可是指挥官却自若网闻 甚至在媒体很多提问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点不屑或高傲的态度 对 那这一切都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 所以陈子中这两天在一个专访上面说 哎他没想到仇恨值会这么高 其实我们不是仇恨他个人 也不是说对他个人有什么偏见 而是当你在其位 大家给你这么多的资源权利 甚至给你这么多的特别预算 就是希望你帮大家把防疫工作做好 可是你在很多处理事情上面 不只是意识形态挂帅 甚至有一些特定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也有 我们的立把文揭露 像高端的疫苗 这家公司根本过去 每年的营业状况非常有限 可是就因为一个高端的疫苗 他就可以获利达10亿以上 那又是坦白讲 绿营政府的刻意偏袋跟维护 更不要讲股价炒作 这么具体的一个状况 检调也没有在追查 可是对于其他的一些案子 只要是绿营去指控的 或是蓝营的被检举的 立刻就速办 速查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氛围 让大家觉得有一种 对民进党执政的不信任 那神职中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因为终究过去这两年多 他是指挥官 他每天开机指挥 会跟大家讲 这个所谓的相关的疫情的部分 可是所以大家对于 我想很多民众不能接受的是说 他跟我们实际的感受 落差真的蛮大的 我就举以24小时火化这件事情为例 当他说出说 我们又没有硬性规定 说要24小时火化这件事情 我想很多家属很难以接受 因为大家知道 因为大家为了配合防疫 然后为了配合24小时要火化 很多人根本来不及亲自送 因为当有家人难易的时候 可能你自己也在隔离当中 那又受限于24小时 所以我们根本连亲自去送最后一程 尤其是我们国人这么重视的 都没办法 甚至只能远远的看着 会扣过录影带 那种悲痛是难以想象 可是居然只会告诉我 我们没有硬性规定要这样做 好像是我们自己 没事自己要这样去配合防疫 那种 我就没办法将心比心 那那个 我觉得难怪说 有这么多的民众 不只是台北市民 对于这一些 他们种种过去 自己曾经发表过的言论 相关的作为 甚至包括阻挡疫苗 采购这件事情 还有包括封存30年这件事情 你看这两天 审计部的报告也讲得很清楚 审计部的报告 宋华立法院 白指纍就写 你就是要保密30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你还跟我说 我只是要保留30年 不是要保密30年 那好歹你现在告诉我价格 那为什么人家民间 买的BNT疫苗 都可以公布价格 国外买的疫苗 都可以知道价格 我们的却要保密这么久 那我就完全说不过去 所以我觉得这种种 大家心里有一把尺 过去这两年多 该感谢的我们要感谢 尤其是继承的医护人员 真的很辛苦 对 大家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也没有人会怪罪他们 但是作为指挥中心 你有这么大的权力跟资源 你没有把资源跟权力 放在对的地方 甚至刻意维护 谋取一些 是不是有一些 不当的利益在里面 那我觉得这东西 都要接受大家的检验 对啊 而且打高端 现在是没有办法去日本玩的 对啊 现在我们资深媒体 不是也出来讲话了吗 那现在告诉你说 打疫苗都是为了出国 然后他说出国不是只有美国 以前都在讲一些 跟大家觉得莫名其妙的话 说实在话 当时他们在推动打高端 甚至在某个时间点 打高端的象征代表爱台湾 这样的一个背书的情况之下 那你现在你为了出国 或是你要取得某些国家的 入境的许可 你可能就必须要再去打其他的疫苗 或是取得其他的证明 那这不是爱不爱台湾的问题 而是高端这个疫苗本身 他的相关的验证跟效度 本来就没有得到认证 你说今天扣一个大帽子说 因为我们要扶持国产疫苗 这个大家都支持 可是你扶持国产疫苗 你说给他一些预算 一些特别的优惠之外 你不能拿国人健康当赌注啊 他连实际的防疫效果怎么样 我们都还不晓得 那个报告也没有出来 然后你就逼大家一定要打高端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还记得那时候 日本要捐赠AZ什么的 那时候陈中海一度讲说 要捐要快哦 否则我们自己有疫苗什么的 而且有一段时间 因为你没有打足够的疫苗 你根本连上班也不行 上课也不行 所以那时候没有选择情况之下 对他只能打高端 就是除了有少数配合绿营 就是我坚持要打高端之外 有些人是被迫去打高端 他不得已 他没得选择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 我没有别的疫苗可以选 那你这样刻意维护的情况之下 去扶持了一个这家公司 然后那家公司大赚齐钱 更不要讲我刚刚讲的 股票上面的利益 真的减掉 没办法去查 查不出来吗 这些应该都有资料的 那我觉得这一些种种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尤其台北市民 我相信大家素质很高 这些东西 我们不是要求后算账 但是该你的功劳 我们肯定你 但该你要负责任的 我们也会追究到底 对 好我们第二段节目 这个除了把小物介绍 我们等一下第三段 继续让议员来跟我们讲讲 他的证件还有证机 你知道吗 富华已需要换股机微转机 因为是打几系的 莫德纳 那你有不舒服吗 我一定要说我有不舒服 因为通常年纪大就不会不舒服 年轻的反应比较强烈 那怎么还没去打那个次世代 不太想打 我觉得打到有点烦 所以不要打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不敢讲 因为现在到底专业上面 可能专家还是建议你要打 对 可是像李秉颖 有些人又不是又说什么mRNA 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对身体有什么 到底不作用 还有一些网络上常传的一些对于mRNA疫苗的一些 负面的评价或对身体可能造成的一些不可恢复性的影响 那到底是真字架 我觉得有些资讯还没有充分被揭露之前 尤其在现在还在防疫的末期还没到完全结束疫情的情况之下 真的很纠结 你说我们年纪大也就算了 因为你一直说年纪大也就看不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你说像小孩子好了 对 那到底要不要打 比如说青少年要不要打 儿童要不要打 几岁打4核打什么样的疫苗对他们来讲 除了可以防疫又不会有对身体造成后遗症 没想到父母真的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 欢迎回来听台北 我们要继续聊我们议员提出来的证件 其实我有做一下功课 我发现你有透露好像有3.0的U-Bike 就我刚讲到一半 因为我们推U-Bike现在是2.0 有太阳能充电 而且一车一驻对不对 而且那个车子还是一样三档变数 但是比1.0的版本更加好奇 而且中间白色的设计 我觉得比原来全黄的那个部分 看起来也更好看一点 那3.0 我现在其实是我自己跟几个朋友在研究 因为我自己也是U-Bike高度使用者 那催生这个U-Bike之后 我就觉得说将来除了太阳能充电 除了更流线型 更美丽时尚的设计之外 有没有可能增加一些智能配备 你知道像我们去健身房 你会去踩踩脚拉车 因为我以前受过伤摔罐过腿 那医生就会建议说 那你可能骑脚拉车比较适合 所以踩踩踩 那我们现在很多穿戴装置 我咨询过一个议题 可能大家不见得有印象 因为两三年前 有一阵子有一些演艺圈的 包括小鬼啊 包括罗佩颖罗姐啊 就是后来被发现在家里 他们都独居 然后后来就意外死亡 后来我就去研究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就我们以前都会关注独居老人 所以长者只要他们愿意 他们会有一些穿戴装置 或家里会增设一些 跟119连线的求救的 可是有些长者觉得自己还健康 他不喜欢被打扰 所以我们只能用劝导的方式 来装设这些东西 然后或是透过李林长的方式 固定的问候关怀 避免说万一有突发状况 没有人发现 而造成遗憾的事情发生 可是我后来发现 因为现在独居者越来越多 就是有些人就是不昏族 或者是一个人在家里 或者是北漂南漂 他可能自己在那边租个小套房 然后自己工作 自己上学等等 那有些时候万一发生一些意外 或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昏倒了 本来有机会救的 可是如果延迟那个黄金十段 可能就救不回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专装装置是 不讲特别个别品牌 就有些专装装置你如果待在身上 如果你在家里突然垂直倒下来 他会发出求救信号 给你指定原来设定的 比如说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好朋友 紧急联络对象 对 他就会发出讯息说 穿戴的这个主人好像有状况 因为你是垂直倒了 那那专装装置 他自己本身会感应到 他就会立刻把讯息发出去 那其实这个是蛮实用的 后来我们才发现说 这一次这样的个案 其实不是独居老人比例特别高 反而像我这种青壮年 如果你独居 因为大家会觉得 你平常不会有什么事情 那有时候一两天没联络 除非是固定会碰面 或是上班没看到 才会去特别留意 否则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意外 那再加上我刚刚讲的 就是健身运动 我们有些很多穿戴装置 有些人去健身 穿戴装置 他会连结自己的 心跳 对 就是心跳啊 心率啊 你的呼吸啊 甚至血压 都可以 那你骑乘的话 也包括里程 那这些穿戴装置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蓝牙 或无线网路 将来可以增测到U-bike上面 就你去骑U-bike的时候 你也可以连结你的穿戴装置 然后多了一些这方面的功能 或留下一些记录 甚至 比如说你有一个人 比如你骑到河滨公园 或是你骑到比较偏远的地方 万一是比较晚 或是比较没有人机到的地方 对 不小心你万一摔倒了 可能没有人发现 对 那如果有这些智能装置的配备的话 除了你自己本身所带的 这些智能装置 如果U-bike本身也能够结合 给你一些装置跟配备的话 能够在你发生一些紧急意外 而没有人可以及时发现的时候 可以传出一些求救的讯息 那可能也可以挽回一些宝贵的生命 所以我就想说这部分 当然可不可行 我现在还不敢讲 但至少我觉得 因为那个穿戴装置 或者是要装在U-bike上面 相对应的部分 可能费用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现在初步想法说 类似 因为科技的产品不断在研发 不断的进步 也许未来有更大众化 更普罗价格的一个设计会出来 那当然这不可能全面性做 比如说像我们市府转运站那个地方 有比较大的一个U-bike站 也许我们可以 比如说里面有40辆车50辆车 我可以挑其中的5辆或10辆 试办这种 假如有适合的产品 可以装在上面的话 然后我可以收取比较高的单价 比如说你本来半个小子 也许5块钱 也许我跟你收15块20块 可是它有其他附加的功能 那使用者付费 当你觉得有这个价值 我愿意用 我把它当成不只是休闲 通勤的工具 而变成一个运动健身 甚至进阶的一个功能的话 我觉得也许可以朝这方面来思考 跟尝试看看 所以事情 那有点像健康管理的 这种智慧状 因为我觉得大家 从马市长那时候 在推动运动中心之后 其实再加上 郝市长推动U-bike 其实大家对于运动健身 加上这两三年后 防疫的关系 大家对健康的注重越来越多 那所以为什么现在 健身房也好 运动中心小差如后 雨后春笋 然后大家不断的 透过各种方式 不管是自主运动 或找专业教练 这方面是方心慰爱 那我觉得如果说 市政府在这部分 我们在规划 公众运输的同时 能够结合这一些 大家的实际的需求 也能够提升 我们国民的健康素质 跟健康管理 我觉得这应该是 一件好的事情 对 除了U-bike 其实因为还让这个 脚踏车可以 搭捷运 对 因为其实最早以前 从交通主管机关的立场来看 他当然不希望脚踏车上捷运 因为他觉得说 捷运人潮那么拥挤 脚踏车再上来 不是人挤人吗 这就像带宠物上捷运一样 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断在沟通 在争取 所以很久以前 我们就要争取脚踏车上捷运 都超过十年了吧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要求说 好 那平常的通勤时段 我们当然不要 因为你让脚踏车上去 占了很多空间 大家已经人挤人 又赶时间了 当然不方便 可是我们可以选特定的路段 或离风时段 或假日的时段 比如说我们淡水线 因为很多人喜欢淡水到郊外 尤其是假日的时候 那他喜欢骑自己的脚踏车 不一定是骑U-bike 他也可以骑自己的脚踏车 可是我也许 就像刚刚讲使用者付费 我可以收稍微贵一点的费用 因为你的车占空间 我甚至可以在头尾的车厢 就设置一个位置比较少 但是有空间 可以让你脚踏车陷进去的部分 让大家有机会 骑着自己心爱的脚踏车 透过捷运 到你想到的地点 你可以不用在那边租脚踏车 你可以骑着自己喜欢的脚踏车 到那个地方 到淡水 到关渡 到哪边去骑 骑完之后 再重样的搭捷运 跟着你的脚踏车 一起回到家里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断的演变 其实像国外 也有很多那种复挂的方式 火车也好 巴士也好 有一些脚踏车可以复挂在上面 那有一些是免费 有些是有收费的 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城市不断进步 大家透过不断的沟通争取 让更多不同嗜好的人 我们透过公共政策的调整 跟转型 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不管是宠物上捷运 或是小王也提到说 我们要优化 我们的宠物公车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宠物公车 就是专门行驶到 我们河滨公园的一些 狗狗可以活动的地方 让大家比较方便 而且车上的空间 让你可以很方便的 带着你的宠物 不管它是一个箱子 一个盒子或什么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不断在精进的部分 那我觉得未来不管是我自己在市议会 或是未来万安有机会 到台北市政府 这些部分都是我们未来 要推动的一些 非常重大的市政建设的一个改变 因为自己有养狗狗 我养猫 我养流浪猫 你是猫派的 对 我们家猫叫幸福 对对对 有关注人都知道 我们那只幸福已经 哇12岁了 12岁 对对也是我在之前一次选举当中 无遗间发现的 就在我巴德路的竞选总部 而且那次有缘分也有点惊险 因为晚上都马上10点多11点 我们要离开 那因为竞选总部设立 通常我们派出所都会设立 巡逻箱 对他们会来 所以他们大概每个10分钟 15分钟就会来巡逻一次 对那天我记得也是10月11月 天气有点冷要走了 那我准备要开车回去 那因为我以前的那个杨主任 他是一个爱妈 他每次下班都会去喂流量动物 那他就听到有猫叫声 可是我听不到 因为在大马路边 那我把他开车 他说一人你先不要走 他坚持他听到猫叫声 可是我们东看区 看不到有任何猫 后来刚好远景来巡逻 我们说可不可以请用手电筒 帮我们照照看有没有 就千早万早 终于找到一只刚出生的小猫咪 他居然全伏在我的轮胎的轮圈里 就全伏在那个地方 那有点冷 我还好我们很细心的终于把他找到 否则我车子一开动 搞不好他小命就不保了 那还好我主任的爱心 还有警察同仁的协助 所以我们找到他 就立刻把他送到动物医院去 所以那次我们选完之后 因为我就带小朋友去看这只猫咪 那他们也很喜欢 后来我们就把他领养回家 那我们希望我们带给他幸福 也希望他带给我们幸福 所以他叫做我们家的幸福 对对对对 一只公猫 混种米克斯 对对对 他类似豹纹很漂亮 好文心的故事哦 对啊对啊对啊 他很可爱 而且他很会撒娇 他不像一般的猫不理人 他很会撒娇 他个性比较猫 对我们一回家 他就会冲过来 然后躺在地上 要摸他抱他 对对对对 他很粘人的猫 对对对 可是养猫是有猫毛啊 会 有啦一定会有啦 有时候 比如说家里有人容易过敏啊 有时候有些猫球啊什么的 那养猫 比较好的一个优点是 你不用像养狗 你要遛狗 对 你要花时间每天至少带他一两次出去散散步啊 遛遛狗啊 那猫 对我来讲 因为做席真的比较忙一点 也不见得有固定时间可以陪狗狗出去散步 那猫的话 你只要猫杀什么该准备要出去 那我也要求我的小朋友 他们要每个人要负责自己的业务范围内 去照顾这只猫咪 养成他们的责任心 对 所以大家现在都相处非常愉快 对对对 那因为好像有推动这个狗狗的活动区对不对 对 就是我刚刚讲 呃 我们在就是信义区公所 嗯 呃 信义路那个地方 就在101对面那里 因为信义区公所 大家知道因为是海鲨 他即将要拆掉要改建 那旁边有一个公园 就在南山广场跟101的对面那个地方 那对面有一块地 现在准备要盖一个五星级知名的国际饭店 对对对 那那个地方可以说寸土寸金 对 本来那边有公园 中间还有一个小的圆形的一个广场 偶尔会有办一些活动 后来我们就觉得说 因为虽然我们有所谓的狗活动区跟狗公园 可他必须要一定规模的大小 狗狗在那个地方 他可以松开狗链 因为按照动保法 你遛狗是要细狗链的 对 有些大型犬只会有攻击性的 甚至要有其他的口罩 其他配备测试 这都是全国一致的规定 那我们在河滨公园 基本上离市区有一段距离 所以有时候你想要让狗狗 有机会去奔跑一下 或放松一下 就要做我们刚刚讲的宠物公车 或自己开车载他出去 通常距离会比较远 我们也希望在市区里面 可不可以让大家方便 散散步就可以到了 就可以松开狗链 让他在狗活动区里面跑 所以后来我就跟里长 就跟市政府 跟东保处争取 后来经过不断的规划跟讨论 终于在那个地方 就是把他成立起来 那时候启用的时候 我就记得好像是四月份的时候 刚好是我确诊那个时候 所以那时候在那边 有办第一个活动 我就因为确诊隔离 所以没办法去参加 所以没有参加到 对 可是很好 我看经过那步 就看到很多的市主 就会带着狗狗在那个地方 然后自由的奔跑 然后在那边陪着狗狗 我觉得就是说 这象征一个城市 就是坦白讲 现在不管是男女平权的议题 或者是动保的议题 现在国际间在评比一个城市 除了你的经济力 你各方面城市建设 软硬体的设备之外 你对动物是否友善 其实也象征这个城市 是否文明 以及先进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我们可以在这么重要的 蛋黄区里面 规划出一个这样子 对狗对动物友善的活动区块 我觉得台北市来讲 绝对是加分的 那也让很多的市主 更加的方便 也充分显现我们对 宠物对动物友善的 一个基本态度 真的 我要赶快带我们家狗狗去玩 你知道吗 那边一瓶多少钱 你知道吗 如果按照101的租金 一瓶的租金 一个月是96万 然后那边大概 将近百瓶 所以那个租金很贵的 但是我们就送给我们的狗狗 对 太棒了 因为那边真的是 离我最近的那个狗公园 所以你散步就可以到了 就是因为我记得的时候 跟我有说过 我们大汉区没有那个狗公园 一个都没有什么什么的 然后那真的 弄的这个是最近的 对因为那个地方 旁边就是信义县嘛 捷运嘛 对 然后那边又是信义计划区 所以你不管是 骑脚踏车过去 自己开车过去 当然我们鼓励大家 尽量多运用大众运输工具 到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区块 虽然它没有像 河平公园那么大 但它有一块腹地就是给狗狗 在那边自由奔跑 我在假日看到很多 因为天气好的时候 很多年轻朋友就带着自己的 心爱的动物 在那个地方 跟他们一起 然后狗狗之间 大家还会有狗具 就是彼此不同的 世主会交换一些心得 跟经验 我觉得蛮好的 对啊 因为我有五只狗 哇 不过你是只能带两只 因为它有限制数量 因为它场地有限 它不是那么大 而且它怕你万一同时 五只进去的话 万一比如说 有时候狗狗会有互相之间叫啊 或者不小心 有时候会吵起来 怕你会处理不了 对对会 所以像初步在狗活动区里面 它有限制 就是你最多一个世主 带两只 或者是说你带五只 先让两只进去跑一跑 然后带出来之后 再带另外两只进去跑 这样也怕你分身乏术了 就万一五只同时 在对教或怎么样的时候 你不小心处理哪一只 真的 没办法 对对对 太棒了 所以你也是充满爱心 爱动物的人士 对对 我就爱狗人士 那除了这个 因为有这个狗狗啦 关心这个自行车 然后刚刚有提到这个 永春波士皮公园 其实还有这个 您讲的这个食农教育 什么是食农教育 这个很有趣哦 所以我说 刚刚一开始你问我说 这20年有什么改变 我们刚刚讲了 永春皮士地公园 对不对 那个地方 现在做了规划 也开放了 大家看到一个 不同的城市面貌 我再补充一句 就是那个士地公园 以前 在我早期 20年前刚当议员的时候 那个地方 因为就在豹山的下 四寿山 虎相思豹 对不对 豹山 永春高中对面 那地方以前是危险聚落 那边以前有些违建 是盖在浅世西上面 我记得我刚刚议员 20年前那时候 那个地方的房子 下面就是水沟 是吸水 不是一般的水沟 是吸水哦 它铁皮就盖在上面 所以以前只要有台风的时候 那些居民 他们就要强制迁到 松山家商去 先去避难 等到台风过了 确定没事再回去 那后来就是市政府 结束签建 也优先辅助他们 可以去国宅啊 什么的 所以那个地方 后来就清掉了 然后也从此做了山坡 各方面的整治 所以才有了 那个实地公园的前身 然后后来 那个地方整治完之后 我们后来才持续争取 把那个营区变成 所谓现在的永春皮实地公园 造成 所以这20年来 是逐渐逐渐逐渐改变的 所以你看从危险聚落 遇到台风要搬走 到现在变成一个 宜居舒适的湿地公园 这个风貌真的改变很大 那你刚刚讲的 那个水稻田 就是在联合报后面 松山烟场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因为原来有一块空地 是我们当时 包括信义县 包括几个捷运县 大家记得以前 信义县还没动工之前 信义路上有一些野子树 很大棵的野子树 后来就短暂 先移到那个地方去移植 然后等到捷运盖完之后 再移到别的地方去 那那个地方空出来之后 当地的里长 我们吴里长吴建德 就跟我说 诶 议员我想在这个地方 弄一个食农教育园区 我们来种水稻 我说真的吗 人家种水稻 我说为什么要种水稻 为什么种得起来 好神奇哦 就第一个当然土质嘛 很重要嘛 对不对 第二个水源 我一开始听到动水稻 我也觉得说 这会不会太天马行空了一点 后来我听过里长分析 有道理哦 因为我们台北市 很多小朋友 他们校外教学远逐 到其他外线市 你要接触到农作物 接触到稻田 可能台北市看不到 除备官渡 可能有 那种水稻 就是让小朋友有机会 或是我一般的市民 有机会去亲近说 诶 原来台北市区 可以有水稻田 虽然它范围没有到非常大 所以我们在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三十月的时候去播种 播完种之后 到前一阵子去收割 就历经了所有的插秧 到收割整个过程 然后那个怎么收割 那个柴谷基 以前比较传统那种 我们当场就在那边示范 那小朋友就很惊艳也很喜欢 因为他们以前接触到这种东西 然后旁边我买种了一些蔬果 他可以做 请一些老师来教导我们 怎么样珍惜食材 这些食材 他们怎么样去做一个规划 运用他们的 种植的过程是怎么样子 所以小朋友不用到外线市区 大概台北市 就可以直接有这么好的一个 食农教育的园区 因为根据联合国统计 其实我们每个人平均每年会浪费几十顿的食物 那这个东西 你做而言不如企而行 当我们浪费掉的时候 能够透过这些珍惜我们的食材 珍惜我们这些食材成长的过程 甚至你有去参与 种植养植这些食材的过程 我觉得小朋友都是很难得的经验 对啊 我们节目时间太短 议员的证件太多 我们可以要怎么关注 因为要加官方蓝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索点FBO 我们下次见拜拜